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真的是不太陌生了 好像在很多地方看到各种各样的 医美的广告 宣传等等等等 但是要是换一个词 我们说说整形外科医院 您有过了解吗 想问一下我们三位嘉宾 谈到整形外科医院 你们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 它是干什么的 金金 外科整形嘛 就一定是要 比如哪拉一刀啊 哪切掉一块啊 我觉得是这种 当然了 这个整形外科医院里面 也会包含 基本的一些皮肤的护理 这些项目是有的 总之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手术 得动刀了 对 官官的 我觉得整形外科医院 听起来就很专业 应该跟传统的医美不同 因为传统的医美 可能是锦上添花 但是整形外科医院 应该是把一些先天有残缺 或者是后天通过创伤 破了像的 把它们变得正常的那种地方 肖叔呢 你怎么看 我同意光光的说法 它能叫医院 我觉得一定得是像 他俩说那种大动作 就有个先天的缺陷 才会去医院嘛 那到底 这个医院是干什么用的 是做什么的 咱们呢 看一个短片 先体会一下 请看 忍服 应该可以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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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这三岁实 to be 能够写了吗 主任 你看给我吧 跟足了吧 主任 主任 要想少留吧 守住半年黄金期 好 这个短片看完之后 可以说我有更多的问号了 看到我们的这位主任 非常的酷 很洒爽 同时有些关键信息 比如说八 还有时间什么的 三位怎么看我们这个小短片 我是被前面牌子上 那三个字吸引了 就是斑横刻 因为我所了解有内科外科 但是斑横刻这三个字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看到 小叔怎么看 我也对这个斑横刻很好奇 因为我刚才在 一个一个的工具里面 看到了一个小纸条 上面写的头皮针 看得好细啊 对 所以我就想 这个刻到底 它是做什么样的大动作的 你看头皮发麻 真的是发麻 所以说这些仪器和道具 我们都特别地好奇 所以斑横刻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们就请这位主任 来到现场 来现场解读一下 有请中国医学科学院 整形外科医院 斑横综合治疗中心的 副主任医师 朱珊 朱主任 掌声欢迎 你好 朱主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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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请 谢谢 想问一下 您平常工作真的是 人气就是那么的高 被各种患者围追堵截 簇拥着吗 视频上有点夸张了 其实现在大家对于 斑横的意识 已经越来越强了 大家对他的重视程度 也是越来越高了 我们也特别开心地看到 很多过来的患者 他其实已经有这样的意识了 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的确还是有 大多数的患者 他们的愈合情况 不尽如人意 其实可能很多朋友 都会碰到类似的问题 就是你拆线的时候很好 但是由于没有去管它 没有做很多的干预措施 可能它就变得不可收拾了 或者是说有的时候 会影响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甚至对一些小朋友来讲 有可能会影响 他们的生长和发育 各位 这个斑横 好像我们每个人都会 难免有小喝小碰什么的 比较常见 但是我们好像真的 不够了解斑横 对不对 为什么三位嘉宾 你们有没有在自己身上 其实就带着 藏着一些斑横的 可以透露一下吗 我有 我有 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耳朵后边这个位置 长过一个小粉瘤 当时呢 这个粉瘤 就是它突然给破了 结果愈合以后呢 它就是突起的 然后在这个之后的 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吧 它就是增生得非常严重 然后每当我养的时候 这样一挠 它就肿起来 像那个毛毛虫一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 这个斑横的处理 是很重要的 真好 这种看来这个 有点疼痛的学费 咱没白交 关关的 好在我是不留疤体质 就免除了我很多烦恼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特别恨我 他属于蚊子 钉了一个包啊 等那个包平了 疤也在呢 我觉得他的人生 就像张白纸一样 岁月的大灾小难 都在他身上盖章 就你看他浑身的 每一个斑痕 都能记录 他曾经受过的创伤 萧叔咱怎么样 我就是他说的那种 蚊子钉一下 都会有疤的朋友 太惨了 因为我是因为十年前 我被哈雷机车的排气管 烫过一个疤 重点是被烫完之后 这个就留下了一个 就是像比自己的肤色 稍微深一块的一个疤痕 然后三年前呢 又因为生宝宝 所以就是抛妇产嘛 它就会有一个疤 但是我当时真的 用尽了各种方法 确实在我身上 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它只能就是一条 很深的疤痕 那其实对于斑痕的预防 特别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把握住 我们去疤治疗的 半年黄金期 要想理解这个半年黄金期 先我们从了解斑痕 整个它一个生长 发育的过程来看 我们来看第一个 就是预克期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伤口的创面 越来越小 它的表皮是 越来越愈合起来了 有的时候 对于有手术切口的话 它可能就是在我们 缝线被拆掉以后 或者是夹皮脱落以后 到这块 就是我们的愈合期 在这个时候 可能会表现出 我们伤口有一些的红肿 那它大概的时间 会在几天或者几周不等 之后呢 其实这时候 就已经是斑痕了 那么在增生期 其实这个表皮层 它是比正常的 皮肤的表皮层要薄 它的细胞层次要少 所以呢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斑痕组织不太耐磨 很容易就破了 对 所以这时候就可以看到 这个薄薄的表皮底下 一个增厚的 比较韧的这个 其实就是我们 增生性斑痕的 它的真皮层 这时候是最痒的是吗 在增生期 在增生期会很痒 很多人会伴有 比如说疼 或者是痒的症状 对 好 真皮组织在增生期的时候 它的首先表现 就是血液供应多了 因为我们机体知道 我要调配大量的 这种血液组织 来进行斑痕的修复 所以它的首先 是血液供应增加 此外呢 我们增生性斑痕 最主要的成分 就是胶原纤维 胶原纤维的含量 就呈现一个 异常的增高了 异常的增高 对 并且呢 它会 这种胶原纤维 它的排列 就不像以前很 很规则 它就变得紊乱了 有可能就打团了 或者结结了 或者是有一些 小漩窝 这样的病理情况出现 所以在增生期 我们的斑痕 主要表现是 它可能会高于 我们正常的皮肤 鼓起来了 颜色呢 就是这样的红紫色 有一些人 会伴随 有一些疼痒的症状 那我们讲 其实在刚才 伤口愈合之后 就缓慢地 开始了增生期 通常在三到四个月 就会达到一个 增生期的高峰 在增生期之后 其实它就慢慢地 往下走了 这时候就步入到 我们斑痕的一个 萎缩期 也就是我们成熟期 大家可以想象 就和增生期 就反过来了 我们这些 进去的这些血液 就越来越少 胶原纤维也减少了 同时胶原纤维 它的排列 也变得规则了 不再像之前那样 紊乱了 所以这个时候 斑痕它的表现 就是颜色变得浅了 变淡了 然后摸上去 就柔软了一些 变白色了是吧 有点 对 那么我们从伤口愈合 一直到缓慢的增生 到高峰 再到萎缩 这样整个的一个成熟期 对每一个斑痕来讲 大部分都是 至少半年 或者一年的时间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 我们用一些 有效的干预措施 可以得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提出 这个半年黄金期 一个半年黄金期 特别好的 修复我们斑痕 创伤的一个时期 好 小叔谈到一点 说你的那个斑痕 会变颜色是吗 它就是像刚才 这个主任说的这种 就是深紫色 然后即使它康复之后 它也会比本身的颜色 要深一点 而且我发现 我身上的斑痕 都是这种情况 会变色是因为什么 主任 变黑是这样的 那我们刚才说到 守住半年黄金期 其实最主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要用 合理的驱八药 就是在伤口愈合的时候 就开始应用 可以更有效地 来抑制我们的斑痕 那么还有第二点 就是我们这个驱八药的使用 一定要坚持至少半年的时间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 我们整个成熟的一个过程 要一直涂是吗 是的 这个黄金期 整个最好都一直涂 那很多朋友 像刚才孝叔说 我为什么三四个月 它就起来了 就是经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 三四个月 其实它是到高峰了 这个时候 它可能会有各种表现 比如说色素纯着 比如说斑痕变得红 变得硬 变宽 都有可能 很多朋友一直用药 到三四个月 他发现 没有效果了 我不用了 这是特别错误的 其实如果您坚持使用的话 到六个月或者以后 你会发现 它会一点点就消失了 一直涂 一直涂 但是好像不起作用 这为什么呢 对啊 一直涂了 这就是我们驱八药的 选择问题了 对于驱八药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驱八药 那么至少我们要应用一种 是含有硅宁胶成分的驱八药 我们有一个视频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看 不管是什么样的硅宁胶产品 它都可以形成这样的 一个密闭的环境 帮助我们的斑痕 产生一个水化的环境 它可以锁住我们的水分 同时抑制边上的 这些血细胞过来 同时减少这个斑痕组织里面 胶原纤维的含量 让这些胶原纤维 它的排列变得规则 所以斑痕看上去 它就比较不明显 颜色也很淡 比较软化了 所以说除了这个用药之外 有什么别的方法 可以预防一下 我们这个斑痕 变得更加严重吗 其实对于一个新生的斑痕 尤其是我们暴露部位 比如说面部 除了用蓄疤药以外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就是要防晒 防晒 因为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们斑痕 它其实是一个 新的修复的组织 那么它的表皮层 就会很薄 所以它含的 黑色素细胞就很少 那么它对于紫外线的防御能力 就很差 就很容易产生色素沉着 那我们一般建议 您可以和 结合这个硅凝胶 和防晒类的产品 同样一块应用 就是抹这种药膏防晒 加上各种物理防晒 是的 尤其头半年的时候 非常重要 好 所以说各位 抹药要坚持 防晒也不要掉以轻心 还是一些小科小碰 我们在讨论 想问一下三位嘉宾 这种大口子 需要缝针的那种疤痕 各位在生活中 或你们的朋友 有没有遇到过的 黄冠 我两周前真事 参加一个婚礼 那个新郎 之前就因为一次受伤 所以他的腿 必须要加上那个钢板 后来腿上就有一道 特别深 特别恐怖的疤 所以趁这机会 我都想问一下 像这种疤 它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解决了 其实它这种 就跟我身上 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割开的 抛妇产的疤 就是这样的 就割开好几层 然后再一层一层的缝上 对 所以其实就是 很长的一道 就是很明显的疤痕 我遇到的 金老师 您呢 您怎么样 我遇到的是这样 就我女儿 她有那个小闺蜜 她们一起玩什么的 小朋友嘛 就是摔了一跤 然后就把脑门上面 摔了一个 比较大的伤口 孩子这里 现在就是留下一个 蛮大的疤 所以说主任 您看这样的 比较大的这种 伤疤或者斑痕 如果仅仅靠抹药和防晒 是不是已经不能够 完全满足我们 想驱除它的这个需要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中国红行动 独家冠名播出 如果仅仅靠抹药和防晒 是不是已经不能够 完全满足我们 想驱除它的这个需要了 您说得太对了 对于这种比较明显的 像我们手术切口的 这种线性的斑痕 那么这种斑痕 其实我们要在早期 给它进行减张治疗 具体是怎么做呢 我们先来了解 什么叫张力 张力其实就是 我们这个伤口 它一个自然张开的 一个力度的大小 也可以理解成 它就是我们 对于切口两边 对于切口向两边的 这样的一个力量 所以张力 它其实是和我们 斑痕最后增生的大小 是成正比的 所以我们在早期 给它用上减张的治疗 可以非常好的 来抑制斑痕 我们有很多的 减张类的产品 包括一些胶带 还有一些减张器 临床上都可以用到 这样吧 咱们今天就看一看 什么是减张器 好不好 好 来 有请我们的道具 先为下面三位嘉宾 你们听说过减张器吗 见过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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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书 我现在床头柜里面 还有大概四五张 真的啊 是吗 对 因为我那个时候贴了 我就跟你说 我用了各种方法 我真的很害怕自己留疤 我也用了 感觉效果怎么样 就像我刚才说的 没有用什么 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 真的主任我弱弱地说一句 它是不是挑人呢 跟个人体质是有关系的 跟用法也有关系 你是怎么用的呢 咱试一下 咱试一下 对 校书你先 有点少 我们情景再现一下 好 情景再现 比如说我胳膊 来 你贴一下 你原来是怎么贴的 你是怎么贴的 对 我那个时候就比如说 这是一道疤 然后我可能就会 这是我的肚子嘛 这样的嘛 对 没关系 我就这样 在它平整的情况下 就这样 把它粘一下 我要保持表面的干爽 我先把它擦干 然后再这样贴上 贴上好 只要碰水了 我就会撕掉重贴一个 保持干爽 只有这一个做对了 贴上不对吗 贴不是这样贴的了 那是怎么贴 这样贴你没有起到 简张的作用嘛 是 我们来比划一下吧 好 来 假装画一个切口吧 好 来 它首先要和伤口是垂直的 我们刚才说 其实张力是这个 这个伤口两边 对它向两边的 牵扯的力量 对吧 所以我们为了 抑制这种力量的话 需要把它 有一个向中间的力量 去抑制它的张力 那其实我们贴的时候 可以先贴住一侧 这侧固定了 它会有很强的粘性 所以它可以待得住 那么之后 我们这样 捏住 是 现在我就感觉 像两边有人捏着我 是的 对 这是第一种 是吧 是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个 这个呢 它的力量比这种要强 那我们这种呢 也是可以把它均匀地 放在我们的伤口之上 拉扣式的 拉扣式的 果然感觉就是 看着就复杂 高级一些 感觉像束腹带有没有 对 有点这个意思 一会儿你就会更明显 这种力量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轻轻地 再往里收 对 我都听到那个声音了 痛啊 对没有 对 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边 给它去掉 因为它有的时候 会勾人 对 因此这种 它可以提供一个 更强的一个 对张力的控制 而且其实更均匀 是的 好 主任 那这个和我们 那种贴布式的 各自有没有优缺点 之类的对比一下 当然这种的力量 会更强 如果我们需要 提供一个更强的 对张力的控制的话 我们还是推荐这种 但是呢 它在有一些部位 是不太能用的 比如说我们的面部 所以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它两个各有利弊 所以主任 是不是我们贴了贴了 拉了这个拉扣了 就可以高枕无忧 等待我们的伤口 是属于不同的扳痕了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种是这种 比较明显的线性的扳痕 那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很不幸 遭遇了这种 比较严重的烧烫伤 它可能整个上臂都有 或者是大面积的 这种时候 可能这两个 都没有办法应用 对吧 大面积的扳痕 我们就会有 另一种东西 叫做弹力套 弹力套 对 弹力套呢 它就是一种 有弹力的 持久的这种压力 这种压力 也可以让我们 斑痕组织里面的 血液供应减少 纤维蛋白的合成减少 同时纤维蛋白的排列 变得规则 我们让向叔 来体会一下 好 来 这不是个丝袜吗 或者是那个防晒袖 类似 但是你摸一下 它会力量比较 这么紧啊 力量很紧 什么感觉向叔 这根本就拉不动 所以它可以提供一个 持久的向下的这种压力 可以帮助我们 来抑制斑痕 这个怎么用呢 主任 其实我们很多 我们刚才讲到 这适合于一些 大面积的斑痕 那对于这样的斑痕 首先我们也要应用 这种去巴类的产品 不管你是用涂抹型的 还是贴片类的 在应用的这些 去巴类的产品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套在 你的肢体上 或者是面部 或者是任何部位 都可以制作 这样的弹力套 这里应该很舒服的 真的吗 对 感觉这个大大好费劲 不太好套 是特别紧吗 小说 对 它很紧 它这个弹力很小 是吧 是的 这个一般要带多久呢 也是我们的黄金期 至少是黄金期 至少是半年 半年 好 谢谢小叔 谢谢 谢谢主任 好 我们看过了 我们的去巴的药膏 制造了防晒中药 以及我们的简张器具 主任 我在想 这都还是我们的斑痕 出现了以后 我们的一些弥补和补救措施 是的 有没有什么方法 在斑痕出现以前 就不让它那么大 那么明显 才有招吗 这个也非常重要 其实我们斑痕 最后长成什么样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在急诊期的处理 对于一些没有很严重的 脏器损伤的一些小的缝合伤 其实还是建议大家 到专门的综合医院的 整形外科 或者是我们专业的 整形外科医院 来进行急诊的处理 要去整形外科 做这种急诊缝合是不是 这种缝合和一般的 传统缝合有什么区别吗 差异非常大 非常大 对 甚至是我们用的一些器械 可能都和传统的这种缝合 有很大的差异 越说越好奇了 什么差异 我们看一看这些缝合器械 好 此刻我的面前 可谓是亮光闪闪 可乐感觉 寒气逼人 两套我们的这个缝合的器具 是不是 是的 让她看一看 跟我们说一说 分别都是 哪个是传统的 哪个是咱们这种整形缝合的 刚才不是说了吗 其实我们每一部 都和传统的 有一点点区别 比如说您看 这是我们用的一个 两个注射针 针头的针尖 能够看到吧 这个粗细 一个粗 一个细 一个高 一个矮 是的 粗的是传统的吗 传统的 对 所以从我们 从注射的每一步就开始 我们再看这个是 我们做切开的时候 您小心 青窗缝合 没事我来吧 这个太僵了 好嘞好嘞 看 刀片 这两个刀片 刀片的大小 也是不一样的 那最主要的呢 其实就是我们缝合的线 您来看这个 是我们传统的缝合线 能看到吗 跟头发丝一样 对 所以你可以想到 这种缝合线 它相对留针眼的可能性 就不太大了 因为它真的非常细 各位看这个线 真的是差别很大 好 对 其实这个针的差别 也是有的 我们看 各位看 就这一点点 感觉像一根睫毛一样 是的 那个弯弯的感觉 对吧 非常非常细 我们再看传统的 好 像剪完的那个指甲盖是 传统的针 然后这个像睫毛一样 是的 对吧 大概就是这个区别 能看到很明显 对比一看 的确咱们的这个整形的这种器具 非常的精巧 而且也会很耗时 是不是 是的 主任这么做 又费时又费力 效果真的区别很大吗 相当大 相当大 是的 我们可能有一些图片 可以来展示一下 来我们看一些病例 我们看左边 其实就是它刚刚受伤的情况 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一个伤口 那通过我们的美容缝合呢 这个是十几天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 才十几天啊 就已经很不明显了 对 那么再配合我们 在这个伤口愈合之后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这些去疤治疗 相信它在半年的时候 一定愈后是非常好的 就不太明显了 那关键是 缝合之第一步 之后咱们谈到了 得用药 得注意防晒 减张器等等 咱得坚持 对 一个半年黄金器的概念 是吧 主任 是的 其实就是 我们在产生了一个斑痕以后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 就是斑痕如果一旦产生了 它就没有办法彻底消失 但是我们的确有很多 有效的方法 可以帮助您 把我们的斑痕控制在最小 其中最主要的 就是刚才您所提到的 它的半年黄金器 是的 各位 这个半年黄金器 特别特别关键 谢谢主任 给我们这么多的 贴心的提醒和一些分享 好的 谢谢主任 谢谢 在我们的医院里面 有另外一个科室 也被你们认为 好像是无所不能地 特别受欢迎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科室是什么 请按照这些 我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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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把头发搬根除了吧 那可不行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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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治疗完效果特别好 你就是帮我加大点力度吧 那可不行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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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那个激光效果非常好 非常明显 你看剩下那几次 能一次性的全给我打了吗 那可不行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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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 主任 我这是能不能地 我这是能不能地 激光不是万能的 就是我们的激光科了 这位主任说了很多次 那可不行 想问一下我们三位嘉宾 谈到激光 你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反而觉得它是万能的 激光去豆 激光去质 激光去眼袋 激光去拖毛 对 拖毛 好像激光能去一切 就像那个段宇那六脉神剑一样 对 特别深 小叔呢 你怎么看激光 我刚好跟他相反 我不敢尝试这个东西 我觉得它 一旦是特别快 产生效果的东西 一定是双刃剑 它肯定会有些什么后遗症 而且我觉得激光 是那种穿透你的皮肤 到深层组织的那种 万一不可逆呢 我挺害怕的 到底激光什么行什么不行呢 我们就请这位主任来讲讲 有请中国医学科学院 整形外科医院的 激光美容中心副主任医师 冯永强 冯主任 掌声欢迎 冯主任您好 您好 欢迎您 您好主任 这边请 主任先问个问题 激光真的不是万能的 是不是 先说说激光能干啥 相对于内外科来讲的话 激光医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 到现在也只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 但是它发展非常迅速 现在广泛地应用于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能够治疗100多种疾病 那今天咱们讲的这个激光美容 它涵盖的范围其实很广 目前我国的医美市场 发展很快 发展这么快 也会存在一些问题 因为激光美容主要是在体表 所以说它应用的门槛相对比较低 这就使得激光美容 成为医美乱象中的重灾区 激光美容你看 有这么多的效果 有这么多范围可以去试用 但是恰恰因为它太诱人了 门槛没那么高 被一些不法的商人 以商业的目的 使用激光技术 越即使用违规操作 给一些求美人士带去了伤害 那这样主任 但今儿就破解一下 这些激光美容的那些乱象重灾区 好不好 好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但今儿就破解一下 这些激光美容的那些乱象重灾区 好不好 好的 好 那我们从第一个现象开始说起 来 我们先看一张图片 请看 我想请我们三位嘉宾先猜一猜 这个患者的伤口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们猜是由什么样的伤害导致的 铁丝刮的应该是 铁丝刮 或者是抓痕 抓痕 对 或者拿刀子划的 主任 是鸽伤或者是这个动物的抓痕吗 不是的 这实际上是一种激光的烧伤 激光的烧伤 这一例患者是我们门诊截疾的一例患者 他是到外边机构进行一个冰点脱毛 那操作者为了体现他的精准治疗区域 精准化 用Marker B标记了治疗的区域 正是这一个标记造成了这个烧伤 因为做这个冰点脱毛 导致了这样的烧伤 我想先问一下三位嘉宾 你们有没有谁尝试过这个脱毛 或你们朋友有尝试过的 就我结婚的时候 对 就因为我想穿婚纱很漂亮是吧 你不能一静止我说 你看毛好多是吧 就很煞风景 我就去做了一次激光的脱毛 但是我觉得就是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所以主任这个脱毛的原理 到底是怎样呢 跟我们说说吧 我们通过一个短视频 看一个激光脱毛的原理 好 我们看一看 我们选择合适的参数 将激光照射到皮肤 激光会穿透表皮到真皮层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毛根以及毛囊 有大量的黑色素 可以瞬间吸收大量的光热 大量的光热会破坏毛囊 及毛囊干细胞 这样毛发就使去了再生的能力 而周围的皮脂线和汗线 没有黑色素 吸收的光热就会微乎其微 这就达到了选择性破坏 既破坏毛囊 又不会损伤 其他皮肤的一个安全脱毛的效果 所以说刚才那个操作者 把马克比进行一个标记 那人为的增加了黑色素 这样吸引了激光的火力 都在表皮上 所以造成了一个烧伤 明白了 这个激光脱毛 它是找这个黑色素是吧 等于说从这个毛囊的层面 把毛给它去掉 但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 很多朋友 脱完之后还会再长 那是毛囊没弄干净还是长的 是这样子的 激光脱毛肯定一次 或者是两三次是完不成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毛囊 是有生长周期的 处于生长期的毛囊 相对比较肥大 激光照过来的时候 它是相对比较敏感的 如果处于退型期或休眠期的 毛囊比较小 咱们可以理解成 它比较小 可以躲过光去 这样子的话 我们用激光治疗这个毛发的话 就需要照顾不同时期的 这一波正在上班 你把它干掉了 那还有一没有上班的 等到它上班的时候 再干它一次 所以说激光脱毛需要多次 那我们可以通过现场的一个演示 看一下激光脱毛 正确的操作和不正确的操作 会引起什么样的问题 太好了 我们就在这里看一看 来 请上道具 来 各位看 我们准备了一块猪肉 是吧 主任 是的 然后还有旁边那一台机器 有点像饮水机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机器比较小巧 是一个半导体激光脱毛椅 半导体激光脱毛椅 所以咱们要用这个脱毛椅 来演示一下在猪肉上 怎么帮猪肉脱这个猪毛 是吧 是的 一般脱毛之前是把我们正常脱毛 都是把毛要刮一下 因为要不刮的话 我们的毛干会吸收激光的能量 而我们想把激光的能量作用于毛 脑囊里 而不是说是表皮的这种 比如说现在已经都准备好了 毛发也刮除了 也清洁了 这时候可以正常的一个 调节一个正常的参数 一个参数 就可以进行发射 好快 低一下 对 红光一闪 实际上如果我们在操作中 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 要带一个防护镜 那接下来咱们就模仿刚才的操作者 用Mark比 然后标记一下 咱们再去用激光打 好 看看有什么效果 对 我们看一下会怎么样 咱们如果打到这个标记上 也是一下一下的 看到没有 冒烟了 很明显 感觉好疼 好香 天啊 小心 管管你 你什么情况 作家不一样 我闻一场 这个 胶味 是那种胶味 呛的胶味 刺鼻的胶味 对 糊了 这就 如果是人体的话 就已经烧伤了 所以说 它的标记是多次移举 取得效果是适得其反 好的 谢谢主要 我们收好这个激光设备 来 邀请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重灾区 请看我们的图片 我想让我们三位嘉宾再猜一猜 这是两幅图 图左图右 你们感觉分别是什么伤害导致的 我无法想象它是被什么烫的 对 说实话感觉像类似于烙铁的那种 有些左图 我会突然想到那个 正在晕晕抖的人接电话 嗨 你知道吗 这一看就是烫伤 而且另外的这边的这个脸周围 特别像那种 咽头的那种烫伤 是不是 你看第二张法令纹的这个位置 它已经出现了皮肤皱在一起了 对 主人 这到底是什么 造成的这样的烫伤呢 这些烫伤也是激光造成的 也是激光造成的 是的 怎么会造成这样的烫伤呢 咱们先说左侧这一个 左侧这一个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士 她将要结婚了 为了在婚礼之前 婚礼上呈现出更好的一个面貌 在朋友开的店里面 进行了一个多次的激光去搬 短时间内 由于时间比较短 来不及修复 所以说在最后一次做的时候 形成了窗面 虽然经过治疗最终愈合 但是最后留下了疤痕 我们进行这个去斑治疗的时候 无论是用激光 或者是用光子 治疗实际上是短时间的一个光热 或者一个光机械效应 来破坏这些色素 或者是色素细胞 但是如果我们给予的 治疗的间隔不合理 那每四四季会累加 这样的话 有可能就会造成 这么厉害的严重的伤害 会有这么严重 我们等等现在来试验一下 看一看 好不好 来请上我们的试验道具 毅然选用这个猪皮 来模拟一下 然后用马克比标记一下 来模拟一下 咱们的色斑 好 我们给它点三个点吧 好的 然后呢 我采用的这个能量 实际上就是我们临床 常规采用的一个能量 甚至一个偏保守的能量 好的 我们看一下 一个相对保守的一个能量 这一个呢 光会比较亮 咱们不要直接盯着看 在临床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呢 我们会戴一个眼镜 这个 很帅 我戴吗 那您怎么办 我戴发射的刹那间可以闭眼 好 那我就戴了 那么咱们就用这一个正常的能量 然后来做这个模拟的色斑 其他嘉宾请闭眼 三 二 一 我隔着墨镜 依然感觉就是闪了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这边发生了什么 好不好 这是重点 咱们打一下之后 发现这个斑已经是变淡了 变淡了 然后如果我们是连续的 一稍到 连续打是吧 连续的一个方式 好 我们试一下 三刀四下 好 这是正常的一个治疗 这是短时间的一个重复的治疗 我们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 让三位嘉宾也看一看 看一下 从我这看就是完全糊掉了 已经糊掉了 表面焦黄 表面焦黄对不对 是的 快能吃了这块肉 熟了 这也就是说我们进行一个激光治疗的时候 也要讲科学 不能想我是不是多打两下会好 或者说是我在短时间内 那别人说两个月打一次 那我一星期打一次会不会好 实际上是不好的 因为你重复治疗 损伤没有及时恢复 那损伤是叠加的 那可能就会出现类似于这图片中展现的 造成一个不可挽回的伤害 我想问一下主任 就是说就是这个激光去斑 很多商家打的这个广告都是 十字多少字给你完全除斑 各种黄鹤斑什么斑都能除掉 我想问问您这个斑真的能除掉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 对于色斑来讲实际上是非常复杂 对于大多数斑来讲 实际上是不能够完全去除的 也就是说你治疗效果非常好 感觉去除了 这种去除的效果并不能终生有效 因为有些色斑是基因决定的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雀斑 我们通过三到五次 把雀斑基本区格差不多 让你感觉洁白无瑕 但是过一段时间 由于你的基因没有改变 还会慢慢地有一些斑 或多或少的形成慢慢回来 当然这一段时间可能有长有短 有些人可能十年八年 有些人可能一年两年 也就是说基因不能改变 我们所做的就是改变一段时间 其实这个色斑就相当于 咱们桌子上的灰尘 那激光去斑就相当于 我们用抹布擦一下灰尘 那灰尘还会再落 那色斑还会再出 我们就把去斑当成打扫卫生 只要你应用到合理 就可以既干净又漂亮又安全 这个其实特别关键 所以我们要摆正好心态 一定要紧尊医嘱去正规医院 采用正规的时间间隔 来进行激光的这种除斑 否则完全得不偿失 是吧 主任 是的 好 这是我们一个激光除斑的 一个演示 正确的以及错误的都看到了 我们再回到那个图片好不好 让我感觉到 很触目惊心的两幅图 右边这个 刚才我们有些疑虑是吧 那关键说这个在法令文附近是吗 实际上这也是激光的一个烫伤 根据所处的一个范围在 大家也注意到 在法令文这个范围 大家可能猜到了一些 可能是与抗衰老有关系的 这是一个激光除皱 也就是说激光颈腹相关的 一个治疗 它第一次感觉有效果 那第二次呢 他说第一次既然有效果 你这次给我把能量加大了 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然后就应这个求美者的需要 加大能量进行治疗 结果就造成了这种局面 我们能再演示一下吗 可以 主任也注意安全 好 三 二 一 我感觉好那个光更亮了一点 更亮一点 从我这看 然后大家看一下 当然这一个没有像刚才色斑一样 变化那么明显 但是也能看出这一块 和这一块有差别的 变颜色了 对 明显第二次颜色更深一些 对 能量高的时候 瞬间就会有一个热损伤 所以说我们讲了很多 关于我们激光这个去搬抗衰老美容的一些原理 操作实验等等等等 想问一下主任 以您在临床这种经验去看 去判断 怎么样来解释解释激光去皱 激光美容和我们人皮肤状态的这种关系 好的 打一个比方的话 就像空中飞行的石子 咱们水平抛出去 在飞行的同时 最终会落地 这个结果不能改变 那这落地呢 代表我们皮肤的终极衰老 终极的糟糕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采用科学的手段 在水平方向给它力量 在空中多飞一会儿 也就是说 让我们年轻的状态 多保持一会儿 那激光呢 刚才说到了 这不可能 那不行 但是呢 我们不要对激光产生畏惧 只要我们讲科学 正确认识激光 选择适合自己的光电 以及适合自己的一个参数 那我们可以在变美的道路上 走得更远 抛出石子 它终究会落地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科学的方式 让它飞得可以更高 更远 更优美一点点 千万记得 别让那些不良的医美机构 不好的操作 让我们的钱 我们的精力和心血 真的打了水漂了 好 再次感谢主人的分享和解读 谢谢您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再见